還是不是很熟啦 我剛剛看了同學那個用i7的那個CPU來跑 10秒鐘開機完成 應該不是吹牛的 是很快啦 所以還是 CPU強一點真的差蠻多 開發起來感覺會蠻好的 他還有加SSD 所以 當然這種東西就是你也要讓你的開發順利一點 但還是得要付出一點投資 那裡面當然不外乎就是哪一些地方 剛剛同學比較會有你模擬器的設定 我的設定一定是 4.03 然後也許後面加個X86 Device我習慣用小一點的 那你也可以大一點沒關係這個只是 畫面的 你只要不要選到那個 就是slide這個 slide會變成轉90度 那我剛剛是選這個 然後還有就是說 這個地方用那個X86的 因為你用on的話 開機會非常非常非常的久 它不是當調 它是要開非常非常久 大概 以我們這邊的電腦看 我上次好像 跑去上 洗手間 然後回來 還是沒開 然後它開好久 終於開起來了 那一般好辦法 所以一定要用X86的 OK 然後另外那個Skin有沒有 這是Skin的話呢 你如果No Skin 就沒有旁邊那個控制面板 有沒有像什麼Menu 像剛剛有同學 跳出來旁邊那個東西 就是 模擬器 右邊那些東西 那我的習慣是選 HVGA這個 OK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改的話 記得改這個 我主要是這個 這個你可以 根據你實際上 跳出來的畫面 而決定 如果你的解析度比較大 你可以挑大一點 沒關係 然後 RAM的話不用太多 用預測就好 按OK 然後呢 就可以開始去 啟動 它裡面會跳一個 訊息給你 然後大概 START有沒有 RUNCH之後的話 因為它是X86的緣故 所以理論上呢 應該 不會需要太久的時間 我大概給它算一下 差不多大概來個20幾秒鐘 應該 就會啟動起來 也就是我大概講完話之後 它應該呢 就可以看到 開機畫面 所以 但是如果你不用 X86的 大概開到那個地老天荒 你也是一直看不到畫面 所以你看還蠻快的 不過我的CPU不是i7的 我是只有i5而已 Low一個等級 一直想要換i7 可是就是花不下去 OK OK 所以 這個當然就是 這個當然你可以把它調 調開 另外就是說 它預設應該是英文環境 剛剛同學有問題的應該是 Menu鍵 特別重要 這個Menu鍵 會有個System Setting 這邊進來 那有些同學 奇怪怎麼都不會動 滾輪一直滾 奇怪 不動如山 因為 它 不是用滾輪 因為 它不是Windows 它是Enjoy Enjoy 它只能用手 所以特別重要 按住不要放 從下 往上推 這樣才會動 OK 然後往上推 你可以看到AE就可以了 因為有的時候後面的那個 文字不見了 比如像韓文 你韓文你怎麼看得懂 所以呢 我基本上都記什麼 記這個圖示 因為 無論哪一個語系 它的圖示 都一樣 OK 一定是這個 你可以把它點擊 比如說像 我們剛剛顯示的 英文環境你可以 Language 這邊點下去 然後呢 再往上推 我們的繁體中文是在最下面 所以你要推很多下 當然如果你解析度 比較大 就是大一點的話呢 就不用推這麼久 大概推個10下吧 OK 按繁體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全部變成繁體 那你們等一下在測試的時候 就比較沒問題 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把它 環境 Rung了順一點的話 其實你跑起來的心情也會比較好 比較愉快 不然的話 常常為了怎麼樣 就要 砍掉重灌 其實說真的很浪費時間 最重要是 你就把那個 這個我們的流程很順利的 1.模擬器叫起來 2.專案 3.介面 介面如果你還不熟沒關係 你先從雲端上複製貼上來 不要貼錯就好了 再來就把程式貼上來 今天就多了一個 所謂的多國語系 而且多國語系 還不是表面的多國語系 程式裡面也要多國語系 等於是全部都有 裡面的話不外乎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部分 所以請各位 模擬器部分有問題的話 再把這個部分完成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